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给关羽报仇 又错误地率蜀汉举国之兵伐吾 导致孙刘两家兵戎相见 两败俱伤 让曹魏坐收渔翁之力 最后将蜀汉和东吴逐一消灭 从结局看 刘备让关羽镇守荆州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那么谁来守荆州好呢 根据正式分析 有一个人比关羽勇 比黄中强 他来守最合适不过 五虎上将谁是最佳人选 首先我们要知道荆州有多么重要 东汉时期的荆州面积很大 几乎包括当今的湖北和湖南省 以及广东北部 广西北部 贵州东部 重庆东部和河南南部 荆州有许多重要的城市 如北部的江岭 南部的长沙 西部的夷陵和东部的下口 对于把河北袁绍镇压后 寻求统一的曹操 曹操基本上控制了北方 但是长江以南地区不属于曹操 如果曹操能够占领荆州 他将与东吴共享长江之险 东吴很难对付曹魏 而凭借曹魏的实力 东吴将会被彻底压制了 这是东吴最关心的问题 如果紧东吴吞下荆州 长江的自然危险的功能将被垄断 外部防御可以说是牢固的 占领荆州的东吴能够进西川屠属 北可以到襄阳也能入京卫国 即使孙权采取保守策略 荆州仍然可以成为西居属 北方居委的战略要地 因此荆州侍卫属进攻东吴的桥头堡 对于东吴来说 这是主要的防御屏障 荆州不仅对地理位置具有战略意义 而且在经济方面也具有重要性 那时 世界处于混乱之中 人民的日子很不好过 而荆州位于两湖平原 农业生产条件优越 此外 在刘表统治期间 荆州几乎不受战争影响 农业发展非常迅速 而荆州在经济和人口方面可以做出的贡献 对于这三个国家中较弱的蜀国尤为重要 因此 这三个国家在荆州地区进行了激烈的战斗 赤壁之战后 曹操占领了荆州北部的三个郡 南阳 襄阳和南乡 全先后得到了江夏 贵阳和长沙 而刘备控制了西部的武陵 陵郡和南郡 荆州可以说是通往位 蜀 吴三个国家的门户 是魏之南的门户 蜀以东的门户和吴以西的门户 三家共同来分京 如果一方失去对荆州的控制 他将会陷入很大的震荡 可惜刘备这辈子下挫离不齐 那就是挫将荆州交给关羽镇守 首先我们来看关羽 他是三国出了名的狂傲之将 虽然本是出众 但是关羽唯一的毛病就是太过狂傲 特别是在吕布死后 关二爷就更加目中无人 遇到本师不如他的战将 关羽开口便是 如比炎凉 文臭如何 最要命的是 关羽在镇守荆州期间 数次违背诸葛亮 东河孙权的指令和孙吴鲁素 吕蒙 包括诸葛锦都发生过不愉快 期间关羽和孙权闹得最大的一次乃是香水化戒 当时刘备还率军准备和孙权交战 只不过由于曹操犯境 刘备才不得已和孙权评分 荆州蜀郡 迫于曹操大军犯境的压力 刘备值得将江夏 长沙 贵阳三军分给孙权 总之 关羽孤傲的性情是不适合镇守一方城池的 那么荆州到底谁来镇守才不会丢失 提到这个问题 有不少朋友觉得 应该由黄忠和赵云联手才能确保万无一事 其实答案是否定的 一者 黄忠年龄过大 虽然能力突出 但是黄忠是一个无谋之将 而赵云虽然有勇有谋 但是缺乏领军能力 这也是刘备一直无法重用赵云的原因 无法胜任荆州主将的职位 再者 赵云长期跟随刘备左右 刘老板也不会让赵云镇守荆州 由此一来 镇守荆州的人选便只能排除赵云和黄忠 那么张飞能不能胜任荆州主将之职呢 答案是否定的 张飞虽然武艺过人 但是张飞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在史料之上记载张飞报而无恩 以端取败 什么意思 言外之意就是张飞只知道厮杀 不顾道义 并且刘备曾经当着张飞的面劝戒 辱行杀鸡国刹 又日边抓价而另在左右 此取货之道也 刘备作为张飞的结义大哥 生平和关羽张飞二人 征战天下三十余年 刘备深知关羽和张飞的性情 刘备认为张飞平日对下属过于严苛 并且对待下属毫无人道 不是重重惩罚 就是狠狠鞭打 经常这样做是会招致祸端的 除此之外 张飞在早年由于醉酒便丢过徐州城 因此即使张飞地位高 武艺强 刘备也不会考虑将荆州让张飞镇守 由此以来 在刘备五虎上将之中 便只有一人可以保荆州不失 他正是仅马超 二 为何只有马超适合守荆州 马超乃是刘备收将的最后一位五虎上将 在刘备入川之时 马超奉命攻打加盟官 然而当时张鲁已经开始猜忌马超 担心马超有变 因此马超在加盟官之时 他是无法得到张鲁两草和兵马上的支持的 而马超在加盟官外和张飞大战二百余回合不分胜负 但是马超想要拿下加盟官根本就不可能 刘备方面不但有大将张飞 而且还有赵云 最后在几经思索之后 马超投奔刘备 并且帮助刘备一举拿下成都 史料《三国志马超传》中记载 《五部族与济士》 魅怀于义 文先主为刘章于成都 秘书请降 而刘备在收到马超的降书之后便直接招降马超 并且刘备还分给马超部分兵马 让其攻破成都 刘竹前见宁都由李辉迎超 超进至张震孔 这就是当时刘章的状态 看到马超投奔刘备便打算直接放弃抵抗 从当时刘章的表现来看 足以证明马超的能力十足 那么马超真的可以守住荆州吗 想要搞清楚这个问题 就必须要看马超帐下有多少大将 还有谋士 包括优秀的兵力到底如何 首先来看马超帐下的大将有哪些 提到马超帐下的大将 最为熟悉的便是马代 毕竟在三国时期能够斩杀魏延想不出名都难 而马代的战力水平算是三流顶尖 同时马代也算是头脑灵活 在加盟关外 马代被张飞打退 便立即停手保命 除了马代之外 马超帐下还有八剑江 包括梁星 侯选 承鄞 李勘 张恨 承鄞 马丸 杨秋等江 由此看来在巅峰时期的马超 他手下的战将也是相对豪华 只不过在马超投奔刘备之后 之前八剑江基本不存在 梁星死于公元212年 承鄞 杨秋投降曹操 承鄞与李勘死于同关之战 只不过当时马超帐下还有一员大将 此人正是庞德 庞德的武力值不用多说 和老年关于大战一百余回合不分胜负 由此看来 庞德也算得上是二流顶尖上将 实力处于一流末端 再来看看马超当时的兵力如何 当时马超其实是处于进退两难之境 当时愿意跟随马超左右的兵士 也都是西梁士兵 大概有一千五百人左右 后来在投奔刘备之后 马超又召集一千五百名 此前失散的军士 也就是说马超手中大概有三千人 只不过刘备为了架空马超 刘老板是将马超手中的兵力全部收编 并且给他们重新安排了一个统领 他就是陈道 而马超旧部全部归陈道统领 在历史上被称之为白尔兵 白尔兵整体装束 是以白色的鸟与兽毛作为标志 诸葛亮当年给李延写信 信中说道 胸前白帝兵妃精炼 到索都 则先递仗下白尔 西方上兵也 看看这就是刘备的手段 西方上兵 显然是马超此前的旧部 白尔兵无当非军 皆是楚国精锐部队 由此来看 如果刘备让马超镇受荆州 白尔兵便归马超所有 并且还有马带 庞德相助 刘备只需要给马超 再分配一只兵马即可 并且派遣马粮 李辉等谋士 共同辅佐马超 由此一来 马超便可以在荆州立足 同时 刘备也可以安排 关羽在邻居助手 一来可以监视马超 二来也可以防止荆州有变 而马超当时的境地 其实非常尴尬 整个天下张卜 刘彰 孙权 曹操基本上都不会收降马超 因此 对于马超来说 他一定会好好把握 镇守荆州的工作 除非刘备下命令 东征或是北伐 否则马超定然不会轻易出兵 除此之外 马超也会遵守诸葛亮所提 东河孙权 北拒曹操 的镇守方针 也就是说 如果刘备真的放权给马超 在马超入蜀之后 让他镇守荆州 一来可以提升马超的价值 马超不会因为整日郁闷而烦恼 二来也可以保荆州不失 只要等到合适的时机 刘备便会实施 当年诸葛亮所提龙中队 更重要的是 关羽也不会轻易死去 如此一来 蜀国便多了关羽和张飞这两把快刀 在汉中的防守 仍然可以交给魏严 而关羽和张飞便可以在川中 重要城池把守 或者使和诸葛亮一起操练兵马 加强蜀国综合战力 综合来看 如果刘备重用马超 让马超镇守荆州 只需要给马超配备 合适的军事参谋 同时放权让马超操练兵马 待荆州军事实力日渐提升 荆州的防御体系 也终将会形成 只要马超不轻易出城功底 相信不管是曹操也罢 还是孙权也好 定然不敢主动出击马超 特别是对于曹操来说 在同关之战时 被马超打得歌曲气袍 他是吃过马超西凉铁骑的亏的 而孙权就更加好说 孙武兵士大多指擅长水战 而在陆战方面 孙武和马超无法相比 因此综合来看 马超才是武虎上将之中 唯一可以守住荆州的大将 可惜刘备并不信任当时的马超 不敢将此大任交 防板坡赵子龙七进七出的故事 大家都听说过 为了保护右主刘善 赵云单枪劈马杀入曹营中 可以说是一段佳话 从这一点可以看到 赵云的忠心以及胆破 但是在刘备一灵兵败 白帝城脱孤之时 并没有重用这位狐将 反而是将兵权交给了并不出彩的李延呢 这里是风云争霸 本期视频我们一起来看看刘备的高明 白帝城脱孤 公元219年 关羽被东吴所害 当时称帝仅三个月的刘备 深感心痛 不顾众将士的劝阻 执意要起兵法吴 其中 诸葛亮与赵云对于法吴 是坚持反对的态度 认为他们目前的敌人 并不是东吴 而是曹魏 也正因为意见不合 所以二人也并未被刘备一同带走 为了给自己二弟报仇 刘备起七十万大军 浩浩荡荡开进东吴 这一路上 刘备的军队所向披靡 东吴大军节节败退 孙权多次向刘备表示愿意投降 并且能归还荆州各郡 但是面对大好的形势 刘备不愿意就此罢休 势必要杀入东吴的首都剑业 深入敌后的刘备军队 打了无数的胜仗 认为东吴的将士不过如此 过于轻敌中了陆迅的诱敌深入之际 已经目中无人的刘备 连营八百里在林中下寨 正值天干物造之际 陆迅一把大火烧得刘备片甲不留 最终带着残兵败将来到了永安 宜陵之战 刘备一战而败 功溃一溃 退守在白地城中不敢退回成都 害怕陆迅继续追击 刘备在白地城中 坚持到了曹丕趁机进攻东吴 也算是松懈了一口气 长时间的紧张之后 突然的泄气让刘备重病不起 自知时日不多的刘备 急招了诸葛亮进见 交代了后事 刘备对诸葛亮说 若四子可辅 辅之 如其不才 均可自取 刘备告诉诸葛亮 他的才能远胜曹丕十倍 蜀汉由他领导一定可以复兴 假如他愿意辅佐刘夕的话 就辅佐 不愿意的话 也可以取而代之 随后又对刘夕说 我即将离世 没什么好挂念的 以后你对丞相 就要像对待亲生父亲一样 然后让刘善叫诸葛亮做相父 诸葛亮赶紧下拜 哭着承诺 以后一定会辅佐少主 为复兴汉士的伟业奉献一生 除此之外 刘备还托估李延 同内外军士都永安 刘备将军权交给了李延 让都立业 确实让他驻扎在永安 面对东吴 而赵云 这个曾经多次救下幼主的大将 则是被刘备另有安排 诸葛亮赵云大家都知道 大名鼎鼎 可是李延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物呢 竟然被刘备重用 李延加入刘备集团的时间较晚 他本是益州集团刘章的手下 刘章曾经命令李延抵抗刘备的进攻 但是没想到李延带领部下投降于刘备 在这段时间李延也确实获得了刘备的信任 是一个忠心耿耿的将军 在刘备去世后 当然需要有一个值得信赖的将军 并且有着一定的带兵能力的将军 来掌控军政大权 在关羽张飞等名将先后离世之后 李延自然成为了刘备心中的人选 虽然历史当中很少提及李延的带兵能力 但是刘备在征战汉中之时 自己的后方出了内乱 全部战力都在前线 后方几乎是无人可用 就在这时 李延带领着自己的五千部下 顺利地击退了数万贼军 几乎是一战成名 稳定了刘备的后方安定 但凭这一点 李延就足以在刘备的心中占有一定的分量 而赵云自然是另有他用 在《三国演义》之中有这样的记载 为了照顾赵云心理 刘备把赵云叫到身旁 并说道 子龙啊 你我君臣数十年 清可想我故交 早晚看去无子 其实这话的意思 就是想让赵云继续留在成都 除了看护刘善等人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那就是有谁不服刘善者 或是对刘善不敬者 赵云皆可用青钢剑招呼他们 而之所以把兵权交给李延 刘备还有一个附加条件 那就是永远让李延镇守永安 在此修筑城堡等军事防御建筑 防守孙吴 连进孙吴人马踏足永安一步 而赵云在跟随诸葛亮回到成都之后 被任命为中护军 其掌管禁军 素卫皇室 掌管选拔五官 连蜀汉武将们的升迁 调动啥的 都要经过赵云圈阅认可 可以说这三位老臣各有分工 各有不同 李延负责掌管着军政大权 防止东吴的进攻 而诸葛亮则是积极帮助刘善 治理朝政 赵云则是负责保护皇帝的安全 这当然也是最重要的任务 刘备的用意 公元223年 刘备离世以后 三家的格局悄然间再次发生了变化 诸葛亮为了顾全大局 重新与东吴结好 共同对抗曹魏 在经历了新旧皇帝的交接之后 蜀汉开始了一段安稳的时期 刘备识人很准 曾经就留下一言 马素不可重用 在他看来 诸葛亮治理内政是一流 但是对于杀伐之事却不行 对于刘备而言 刘善的安全自然是摆在首位的 纵观满朝文武 唯有赵云堪称是最顾全大局 并且是忠心耿耿之人 所以赵云不可以留在永安长兵 如果留在了永安 那么刘善的安危则是无人可以顾忌 李延的勇武 用哪里比得上一身肝胆的赵子龙 在那个动乱的年代 能够成为一方首领的人 自然是不简单的 刘备的目光独辣 慧眼识人 在他的眼中 一眼就可以辨别中间 认清他手下将士的能力 权衡利弊之后 将军事大权交给了李延 却永远留守在了永安 即使有大权也施展不开 而赵云虽然没有大权 但是却有着选拔朝廷五官的权利 也就是间接让赵云 配合了诸葛亮的工作 任何有以下犯上者 赵云手中的青钢剑 就会拔出斩除乱臣贼子 诸葛亮负责出谋划策 赵云负责执行任务 蜀汉政权顺利过渡 虽然被留在了永安 除了镇守蜀汉的边境之外 其实李延还有另一个 诸葛亮和赵云都没有的优势 因为李延是地地道道的西川人士 刘备集团毕竟是外来者 给李延重任 自然也是有着拉拢西川士族集团的打算 李延早年加入刘彰集团 可以说在这里有着一定的威望 能让李延成为核心领导班子之一 也方便诸葛亮在后来的一切工作 同时 刘备一方面也是为了遏制诸葛亮一家独大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遏制金香派与东周派结党 诸葛亮的为人 刘备心里很清楚 不然也不会说出取而代之的肺腑之言 那么他最担心的不是诸葛亮本人 而是诸葛亮代表的派系 一个忠义之人也许不会对政权根基造成威胁 但其身后的团体利益就不好说了 毕竟诸葛亮身后还有蒋婉、费辉、杨怡等力量 这些人如果逐渐将东周派拒拢成一个更大的利益集团 后果将难以想象 事实上 诸葛亮在开辅治世之后 确实是在拉拢东周集团 诸葛亮首次北伐便开始任用东周派无义、无班 李延等人为骨干 这是蜀汉对于人才需求的客观现实 所以说刘备对诸葛亮没有什么疑心 只是极具政治眼光地看到了未来人才发展的趋势 李延在此战中表现了不愿意配合的一面 这也是刘备托孤分权的一个直接影响 从刘备托孤以李延掌军 一是看重其军事能力 二是维护派系之间的稳定 最终所达到的目的就是为刘善提供良好的统治环境 刘备作为一个政治家 权谋并不逊色 他在临死之时 仍将政治体系 这大概是刘备离诸灭曹操最近的一回 但是关于两战大劫之后 却遭遇了灭顶之灾 曹操派出徐晃增援 又联合了东吴 在父辈受敌的情况下 关于兵败身亡 而刘备在追责的过程中 竟然发现自己的长子刘锋最无可赦 而后诸葛亮的十一个字 更是让刘备果断将刘锋刺死 那么刘锋究竟做了什么事情呢 诸葛亮又说了什么呢 这里是风云争霸 本期视频我们一起来看看刘锋之死 诸葛亮一句话断了刘锋的活路 关于兵败身亡 让身为义雄的刘备很是伤心 他伤心到放声大哭 止也止不住 甚至还发誓 一定要为异地报仇 但是在报仇之前 第一要义便是追责 清算那些间接害死关于的人 梅芳 傅世仁 这两个叛徒 已经投奔到孙权那里去了 暂时抓不到 所以刘备只能先放到一边 但没想到一查之下 刘备发现自己的长子刘锋 明明已经接到了关于好几次的救援请求 却以城池心下孔扇离反扑为由 拒绝出兵 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阿叔 在战场上孤立无援 最终战死沙场 本来刘锋犯下此等大错 势必要好好严惩一番 但是刘备多少看在刘锋 跟自己南征北伐 军功颇丰的分上 再加上爱财惜财 所以他有些不太忍心 而且当时的刘锋又驻守上拥三郡 军情是当务之解 所以刘备对于刘锋见死不救之事 暂时没有提及 但很快 刘锋就犯了个更加愚蠢的错误 当时和刘锋一同镇守上拥三郡的 还有一位将领 是孟达 两个人一起守城 本来应当是共同进退的关系 这就要求两个人能够 摒弃成剑 携手共进 又加上两人一起间接害死了关羽 关系该比一般同僚 更进一步才对 但没想到刘锋却在这个时候 去抢了孟达的鼓乐队 惹得孟达对刘锋十分不满 后来又因为害死关羽的事情 孟达时刻活在担惊受怕之中 生怕刘备那一天 会找他算账 因此在左思右想之后 孟达最终选择了投靠曹操 并且还带着曹卫和东吴的军队 占领了上拥 西城 防灵三郡 这也就意味着 刘锋孟达一开始打着保护三郡的名义 才没有对关羽施加援手 结果最后这三郡被孟达拱手让给了曹卫 这对于刘备来说 真的可以算得上赔了夫人 又折了兵 本来上拥失手 对于刘锋来说是可以致死的大罪 这时候 投降 反而才是最为明智的选择 不过刘锋觉得他和刘备多年来的父子一场 应该不会死 于是就没有投降 而是逃回了蜀国的都城 刘备在召回刘锋后 是非常生气的 因为接连丢掉了数座城池 对于此时的蜀国来说 已经是元气大伤了 更别说大量的兵力战死 有才干的将领也叛逃了 而且 他的二弟关羽也被人斩首 死得凄惨无比 这让刘备的心情十分糟糕 或许对于刘锋这个意思 还有感情在 所以刘备始终拿捏不定如何处置 但诸葛亮作为局外人 却看得非常清楚 于是 诸葛亮就说了那句 给刘锋盖棺材板的话 风刚猛 意识之后终难治愈 意思就是 刘锋的性格十分刚猛 如果刘备去世之后 换刘阿斗上位 很可能会搞不定他 听完诸葛亮的这十一个字 刘备猛然大悟 当即立断 刺死刘锋 刘锋泪流满面 只得服罪自尽 临死前 他后悔自己没有听孟达的话 选择相信父子之情 回到刘备身边 不敌不贵 但战功赫赫的养子 诸葛亮的话 虽然听起来很独猪心 但是了解他为人的话 还是能明白他 确实是从大局出发的 而且诸葛亮 虽然也确实看刘锋不太顺眼 但如果他真的是 假公济私的人 就没有刘阿斗什么事情了 而这一切都要从 刘锋的身份开始说起 刘锋的身份 是刘备的长子没错 但却是一个养子 是当年刘备依附刘表 渔居荆州的时候 从荆州本地刘姓族人中 认得儿子 那时候刘备已经四十出头 却总也没有儿子 这才有了刘锋的出现 而从一开始 刘锋也是被刘备 当作接班人培养的 所以刚认下儿子 他就让张飞赵云 带着刘锋出去打仗见世面 刘锋虽然性子鲁莽 却武艺高强 带兵打仗很有一套 那时候 刘备大约是为自己的眼光 很是骄傲过一段时间 只是造化弄人 收养刘锋五年后 甘夫人就给刘备 生下了他的嫡子 刘阿斗 汉朝遵循的立太子制度 一向是 立敌以长不以贤 立子以贵不以长 刘备又是以汉朝正统自居 所以刘锋怎么看 都不可能被立为太子了 聪明人在这个时候 应当急流勇退 离开一线 但很可惜 刘锋并不是一个聪明人 他更加勤奋地带兵打仗 积累军功 一天到晚在刘备的面前刷存在感 甚至还仗着自己的军功顶撞关羽 还对宛于自己加入刘备集团的诸葛亮多有不敬 按照诸葛亮大局为重的观念 他当然是不会在意言语间的不敬 但是如果这个人可能威胁到蜀汉的政权 那他就不客气了 最老谋深算是刘备 都说天时地利人和三项 曹魏占天时 东吴占地利 蜀汉占人和 这个人和 诸葛亮自己都说 那是大家看得刘备的面子 自己并没有这个本事 而三国志承受对刘备的评价是 红意宽厚 知人待事 百折不挠 忠诚地业 但没想到成就地业之后的刘备 却一反自己红意宽厚的人设 制定了蜀科这部法典 虽然如今已经丢失不见全貌 但是根据诸葛亮传来看 此法典公正公平 百姓无怨 唯一可能被人诟病的 就是执法十分严峻 由此可见 刘备其人城府极深 成业前可以卖草鞋 四处投靠 打秋风 被人耻笑连三姓家奴的吕布都不如 成业后却可以立刻转变身份 成为一个严明法治的君主 这样一个心机深沉的人 用见死不救和七零梦达 这两个借口去杀刘夸 目的如果只是为了给阿斗扫清障碍 似乎哪里有点不对 其实仔细看过公元220年前后的三国版图 就可以发现一些端倪 自公元215年开始 刘备和孙权以香水为界线 分了荆州之后 原本驻扎在荆州的刘表旧部 并没有被调派到其他的地方 而是依旧驻扎在荆州 隔着戒碑对蜀汉虎视眈眈 而这大体上是孙权留下的庄宰 等到了公元220年时 关羽的狂妄自大得罪了东吴 使得孙权与曹操联手 撕碎了多年的孙刘联盟 这才发生了后来的东吴吕蒙偷袭关羽一事 那一段时间云南梦获也不消停 各种小骚扰令刘备分身乏术 这个时候 阿斗能不能在继位之后 控制住刘峰算是一件小事 但是刘峰属于刘表的族人 一旦荆州旧部联系上了刘表 他们合作来个理应外合 那么刘备数年的心血 很可能真的在一夜之间消失殆尽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 刘峰必须马上死 这个故事里 看似主角是刘峰和诸葛亮 但说到底 还是只有刘备一个人 处在刘峰的位置上 他本身是可进可退 只要他看清楚自己的位置 有点自知之明 爱惜人才的刘备 很可能会给他留下一线生机 但是他却目光短浅 不知所谓 能斩孟达 使拒绝降曹 却听孟达挑唆不救关羽 墙头草一般两边不讨好 需要他忠诚的时候不忠 给他逃命的机会 他又不要 临死了 却还要后悔当初不该不听孟达的 至于刘备 老谋深算 又不想落下一个杀死的名神 还得借着诸葛亮的嘴 说出那个理由 虽然诸葛亮不建议替刘备背黑锅 但这么个言法 实在是看得够够的 难怪说 人和是看得刘备的面子 这样一个红意宽厚的人 跟他作对 就是跟天下的 我花开后摆花沙 道出了皇朝造反的心声 像皇朝这样的人还有很多 所以每位帝王都要维护自己的统治 帝王不仅要防备侵略者 甚至还要防范造反者 历史上 帝王为巩固自己的地位 通常会诸出功臣名将 我们都知道 三国最后由司马家族统一了天下 而蜀汉虽然综合实力最弱 但刘备其实有多次统一天下的机会 却因为种种原因 成为了三国中第一个被灭的国家 我们猜测一下 若是刘备得了天下 他是否会像之前一样 有人有意 亦或会效仿历史上 许多开国皇帝 做出飞鸟禁 梁公藏 狡兔死 走狗烹 的事情呢 如果会 他又会杀掉哪些将士呢 其中一个 其实诸葛亮专门和刘备提过 一 魏延 毫无悬念 魏延必定在刘备的 必杀清单 中 有些人会有疑问 刘备死前 明明十分重用魏延 明明只是诸葛亮对魏延有所忌惮 刘备怎么会杀魏延呢 其实你设想一下 如果刘备统一天下 那么蜀汉之中 谁是最大功臣 毫无疑问 肯定是诸葛亮 诸葛亮 不管在前线调兵打仗 还是在后方治国安民 都有旷世之奇才 毫无疑问 诸葛亮是刘备统一天下 最大的筹码 若刘备真的统一 为了稳固政权 肯定会采纳诸葛亮的意见 在魏延投奔刘备时 诸葛亮就警告过刘备 当初魏延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 不惜杀死昔日的主公韩玄 甚至还将韩玄的领土 给陷了出去 可见 魏延的危险程度有多高 如果刘备留下魏延的话 那此人日后肯定会造反 刘备自然明白诸葛亮的意思 但他那时却需要魏延来抵抗汉中 因此 他最后还是接纳了魏延 但与此同时 刘备仍在时刻提防着魏延 因为他也害怕此人会造反 倘若刘备最终统一了天下 那魏延也只能落得惨死的结局 不管是站在什么角度 刘备都不会接纳一个不忠不义的人 前有马超 后有魏延 对于刘备来说 他没有办法完全把控魏延 就算是此人没有危及到江山社稷 刘备也会将其给杀死 二 关羽 刘备有可能除掉的功臣第二位 那就是他的好兄弟关羽 关羽虽和刘备是结义弟兄 关羽为其赴汤蹈火三十五余年 但刘备在统一天下之后 多半都会将其给处死 这又是为何呢 关羽对刘备的忠诚无庸置疑 关羽是蜀汉的第一武将 对刘备忠心耿耿 他的忠诚过于坚定 以至于不容易服从其他人 关羽之所以如此 傲慢 是因为他有能力做到 他勇猛且有智谋 曾经在万人之中斩杀炎梁 水淹弃君 连曹操也一直想将他纳住麾下 然而 关羽对刘备的忠诚道的极致 身在曹营心在汉 即使过五关斩六将 也要回到主公身边 在刘备执政期间 拥有一位忠心耿耿的勇将 自然是对他有利的 但是刘备的目标 并不仅仅是恢复汉事 还包括为自己的儿子刘善铺路 刘善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人 如果刘备真的夺取天下 由刘善继承皇位 关羽是否能服从刘善 为他治理蜀汉呢 关羽手握重兵 掌握蜀汉大部分军权 他在民间享有极高的声望 一旦关羽赢得更多民心 对刘善不忠 很容易推翻刘氏政权 因此为了巩固刘氏地位 刘备有很大可能会对自己的异地 采取行动 三 马超 马超 名门之后 乃梁州军阀马腾之子 自幼聪慧勇猛 被寄予了无限的期望 然而 他的身世和遭遇 却注定了他曲折离弃的一生 在刘备攻打刘章之时 马超主动归降了刘备 表现出了非凡的军事才能 和忠诚的姿态 但刘备对他的忠诚度 却始终心存疑虑 这是因为马超的过往经历中 曾经有过不忠不孝之举 这让刘备难以完全信任他 马超的不忠之举 源自一场家族血仇 在曹操麾下 马超的父兄 仍然忠诚地为曹操效力 然而 马超却与自己的 沙母仇人李肃联合 背叛了家族 抗曹而起 这一举动导致了曹操的愤怒 他亲自下令 处子了马超的父兄 和百余寇族人 使马超身陷绝境 家族几乎被灭门 事后 马超找到了另一个避难所 那便是张鲁的稀数 然而 他并没有对张鲁效忠多久 面对利益的诱惑 马超再次背叛了他的盟主 与刘备结盟 投奔了刘备的麾下 这样的背叛行径 让刘备对马超的忠诚度 更加怀疑 刘备得天下后 他深知马超的军事才能 和战略价值 但他也意识到 马超的不忠不孝之心 可能会对蜀汉王朝的稳定构成威胁 他明白 马超或许能为他开疆拓土 但却不能成为太平盛世的利器 因此 刘备决定将马超视为潜在的威胁 他不能将自己的命运和王朝的未来 寄托于一个不忠不孝之人身上 刘备开始密切关注马超的一举一动 他设法掌握对马超的控制 并时刻准备着应对马超可能的背叛 然而马超并不是一个容易被掌控的人 他聪明机敏 懂得权衡利弊 也深知刘备对他的疑虑 马超虽然知道自己在刘备心中的地位 并不牢固 但他也明白 自己的实力和价值 足以让刘备对他另眼相看 为了证明自己的忠诚和价值 马超投身于蜀汉的征战之中 他亲自带领军队与敌人周旋 展现出了非凡的战斗力和领导才能 他在战场上的表现 让刘备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 并开始认识到 马超并非只是一个不忠不孝之徒 而是一个有着雄心壮志 和决心为国家尽力的英雄人物 马超的表现逐渐改变了刘备对他的看法 刘备开始重新评估他与马超的关系 他发现马超的战略眼光 和勇猛无畏的精神 为蜀汉的发展和稳定 带来了巨大的助力 刘备逐渐开始相信 马超是可以信任的 他有能力为蜀汉做出更多的贡献 然而 这一切并不意味着 刘备对马超的疑虑完全消除了 他仍然保持着一定的警惕 时刻准备应对任何潜在的背叛行为 刘备知道 权力的诱惑和政治的残酷会让人产生无法预测的变化 在刘备和马超的相处中 诸葛亮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作为卧龙先生 他对马超和刘备之间的关系有着独到的洞察力 他明白刘备对马超的疑虑 也了解马超的实力和忠诚 然而 诸葛亮选择保持沉默 不去揭示刘备心中的疑虑 诸葛亮深知 刘备得天下后将面临无数的挑战和考验 他需要保持内部的稳定和团结 如果他在这个时候 揭示出马超的过往 不仅可能会伤害到刘备和马超之间的关系 也会对整个蜀汉王朝的稳定产生负面影响 因此 诸葛亮选择暗中观察 等待时机的成熟 他相信 虽然时间的推移 马超的表现会让刘备彻底放下心中的疑虑 他相信 马超能够用自己的行动和成就 证明自己的价值和忠诚 在蜀汉的征战中 马超展现出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 他带领着军队在战场上屡获胜利 对抗着各种敌人 他的英勇和忠诚感染着整个军队 士兵们都愿意为他拼尽全力 马超的军事才能成为了刘备手中的戾气 他在征战中的表现 让刘备看到了他作为一个将领的价值和潜力 刘备开始意识到 马超不仅仅是一个潜在的威胁 更是一个可以为蜀汉带来辉煌未来的得力助手 刘备得天下后面临着巨大的矛盾和困境 他一方面想要实现自己的野心和开源建国的梦想 另一方面又要面对功臣们的忠诚与才能 马超 关羽 魏严 这些都是刘备的心头大患 他必须在权力与忠诚之间做出选择 以确保自己的皇权稳定 这对于一个怀有人意之心的刘备来说 无疑是一个艰难的决断 最终 刘备得了天下后 他是否会杀掉这三位功臣 刘备是否会为权力冲昏头脑 以保持皇权稳定位借口 将马超 关羽和诸葛亮置于死地 然而 诸葛亮作为一个深谋远虑的智者 很可能已经预料到了这一切 但他知道 如果蜀汉统一 刘备十分需要他来治理整顿国家 为蜀汉的稳定和繁荣付出 但是历史没有不过 在这个充满变数的三国时代 只有时间才能揭示出最终的真相 小说中的马带 可谓是风光无限 惊沙场 多付兴劳 作战冷静而勇猛 深得诸葛亮信任 然而 正史上的马带 则没有什么存在感 在马超单干时 跟随马超南征北战 来到蜀汉时除了斩杀魏严 以及北伐被牛津击败之后 没什么精力了 那么问题来了 马带好歹也是马超的堂弟 西梁五马之一 怎么来到蜀汉之后 没什么存在感 宛如消失了一般 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都说魏严是个悲剧 但斩杀魏严的马带 何尝不是如此呢 甚至比魏严还悲剧 毕竟魏严好待有高光一刻 比如挤教张飞 被刘备指定为汉中派手 搞得一语皆经 让所有人打呼不科学 但刘备就认定了魏严 事实证明 刘备的眼光果然厉害 魏严成为了西川屏障 把汉中经营的有声有色 同时虽在三国演义中 魏严总是为诸葛亮各种针对 什么脑后有反骨 遗迹杀魏严等等 但实则在三国正事中 魏严却是诸葛亮北伐的左右手 甚至可视为副手 在反观马代 他最高光的一刻 竟然就是杀魏严 其余时间都活在马超的阴影之内 而且马代斩杀魏严 也被普遍认为 是一次超级乌龙 甚至是错误之举 因为所谓的魏严谋反 实属冤枉 魏严真正的死因 其实是蜀汉内部斗争的牺牲品 在诸葛亮临终之际 他慎重地嘱托杨仪 若魏严固执己见 不愿退兵 那便由他而去 你们自领人马前行 然而 诸葛亮逝世之后 杨仪却心怀叵测 派进费一去试探魏严 魏严本来就是脾气火爆 一根筋的武将 哪有那么多花花长子 一下误会了 以为费一是支持自己进行北伐的 结果最终发现自己被耍了 这才一怒之下 干出不理智的事 由此被斩杀 等于从头到尾 全是杨仪兴风作浪 那么为何杨仪非要置魏严于死地呢 除了两人之间早已存在的矛盾与不和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 杨仪也自视甚高 将自己视作诸葛亮的当然继承者 然而 魏严与杨仪的野心 却有着本质的不同 魏严的志向 仅仅是接过诸葛亮北伐的旗帜 继续为蜀汉开疆拓土 与曹魏抗争到底 他作为军中的副手 有这样的想法 实属情理之中 而杨仪的野心则更为膨胀 他渴望的是成为蜀汉的丞相 掌握国家大权 然而 诸葛亮的遗嘱 却打破了他的美梦 将大权交给了蒋板 这一打击 让杨仪愤懑不已 他甚至大放厥词 声称若早知如此 还不如当初投降曹魏 这样的言论 不禁让人质疑 究竟是谁才是真正的谋反者 那么 马带为何要诛杀魏严呢 其实 背后的原因已昭然若揭 魏严即便在遭受杨仪的陷害后 也间绝不投降曹魏 而是毅然决然地逃回了汉中 杨仪眼见如此 便命令马带前去追击 最终不仅斩杀了魏严 更是将他的三足以柄诛杀 马带的所作所为 无疑是助纣为虐 替虎作仓 这便是马带的所谓高光时刻 然而细咎之下 却显得极为不仁不义 甚至不伦不类 想象一下当时的情景 魏严孤身一人 仅带着他的儿子和几名亲信 逃向汉中 而马带率领的 却是训练有素的精锐部队 在这样的力量对比下 马带完全有能力将魏严生擒 然后交由刘善处置 这才是合乎情力的做法 然而马带却并未这样做 他在没有得到刘善任何旨意的情况下 仅凭杨仪的一句话 便擅自处决了蜀汉的 征锡大将军魏严 甚至还将他的家族移并诛杀 这难道正常吗 此事处处透着诡异与不合理 倘若换作他人 比如王平来追击魏严 情况又会如何呢 王平在与魏严大军对峙时 就曾高声喝斥 丞相尸骨魏寒 以为尽管造反 这一句话便使得魏严的士兵四散而逃 这恰恰证明了 魏严虽然善于养兵 但他从未培养过属于自己的私人势力 他的士兵也从未被洗脑 要求他们背叛蜀汉 或只听从魏严一人 因此 如果换成王平来追击魏严 他一定不会选择诛杀 如果他有杀心 早在开始追击时就会动手 又怎会放任魏严逃脱呢 那无疑是自取其辱 令人笑掉大牙 对比之下 真相往往更加鲜明 将王平与马代二人相提并论 问题便昭然若揭 马代似乎在进行一场 风险极大的赌博 直白地说 他选择了站在杨毅这一边 深信杨毅将成为下一任蜀汉丞相 正因如此 马代对杨毅的指令言听计从 这恰恰解释了 为何马代在斩杀魏严之后 便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 他错误地选择了支持杨毅 然而随着杨毅的失势 垮台乃至最终的被杀 马代想要重新崛起 几乎成了不可能的事情 毕竟 他斩杀魏严这一行为造成的恶劣影响 实在是难以消除 试问谁才有权力处决魏严 答案不言自明 只有刘善 然而马代却听从了杨毅的命令 擅自处死了蜀汉的第一大将 如果你是刘善 你还会给马代再次出头的机会吗 因此 马代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是在公元235年 据晋书记载 这一年 司马懿升任太位 马代率领蜀军入侵 却为司马懿派遣的将军牛津击退 损失惨重 然而 这并非一场大败 马代并未因此失去统兵的资格 但事实却是 自此之后 马代便从历史记载中消失了 唯一的解释便是 随着杨毅的倒台 马代也遭到了牵连 如今 我们可以大致推断出 马代先是战队杨毅 后又擅自斩杀大将魏严 最终又在与牛津的交战中失利 若这三项罪名已并追究 马代极有可能被刘善处死 但为何刘善只是让马代消失 或者说将他血藏起来 不再任用呢 这就必须要说马超和刘备了 人们常说 马超在投降蜀汉后 并未得到刘备的重用 这一说法其实颇有些偏颇 实际上 刘备曾经对马超有过一番任用 在关键的汉中之战中 刘备便派遣马超与张飞一同统兵 负责攻打武都和殷平 然而战局并未如刘备所愿 马超与张飞所率的军队被曹红 曹修击败 此后不仅仅是马超 即便是张飞也先少再有表现的机会 汉中之战 直接变成了皇中的表演秀 赵云也得到了 子龙一身都是胆的赞誉 而在汉中之战后 魏延就从张飞的手里拿走了汉中太守 由此西传吴战士开始休养生息 荆州的关羽开启了相反之战 随后关羽被杀 刘备称帝 准备了两年后 在公元221年要进行东征时 马超已经得病了 没法跟刘备出征 转过年来 即公元222年 马超就病死了 此前上遗书给刘备 陈门宗二百余口 为孟德所诸略尽 唯有从帝代 当为威宗血世之计 身托陛下 于无负言 马超只提了一个要求 恳求刘备好好对待马代 这是老马家唯一的根吗 马超的请求一点都不过分 只希望刘备保护好自己的族人 尤其是从帝马代的安危 心有愧疚的刘备 自然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不仅把马代声威平 北将军和陈仓侯 还把这件事交代给自己儿子 所以在将杨以贬为庶民之后 刘善思虑再三 还是选择了给马代留条活路 让他和家人免于罹难 毕竟刘备当初信誓旦旦 给马超打了包票 冲着父亲的颜面 刘善也实在不宜过分追究 而自知逃过一劫的马代 总算也非常懂事 他至此销声匿迹 低调过完了一生 总的来说 马超的临终恳求 是给从帝最好的庇护 只要后者没犯下 十恶不赦之罪 刘善最终都会网开一面 只可惜马代多年远离中枢 对于诸葛亮的真实心意 以及朝堂局势了解并不深 他的行前一搏 从一开始就注定会失败 杨仪的许诺只能是空头支票 其实不只是马代 在公元234年的这场博弈中 蜀汉方面由上至下 没有一个赢家争斗过后 诸葛亮精心地布置沦为炮影 本就无力争雄的蜀汉彻底进步衰落 灭亡只是时间的问题 归根结底是对人才的竞争 由此造成了三国这个降将的黄金期 许多名将名臣都跳过槽 如巡遇 最初跟着袁绍 发现袁绍小心思忒多 大剧官太少 便跳槽到了曹操这家小公司 也正是因为巡遇到来 带动起了影川这个人才基地的人才 纷纷涌向曹操 让他有了足够底气 去跟袁绍掰腕子 同时呢 曹操携天子令诸侯这一招 也成了他的金字招牌 毕竟皇上大哥在曹操那里 如孔荣等诸多忠于汉士的人才 也都跑到曹操阵营中 所以 关渡之战 本质上是曹操阵营和汉士阵营的联合行动 胜利果实却被曹操独自享用 你还对此毫无办法 只能听之认之 因此 从这个角度来言 刘备 孙权和周瑜等一再强调 曹操是汉贼 也是成立的 对比曹操的高明 刘备则显得有点笨拙了 蜀汉自始至终都存在人才困局 这才逼得 关羽张飞 今儿个跟这位掐 明儿同那位打 曹操的武将可以轮班休息 而关羽和张飞却只能连轴转 好处是 能激发人的潜能 让小宇宙爆发 关羽和张飞万人敌的称号 其实就是这么被生生逼出来的 坏处是 缺乏任性和抗压性 如曹操阵营 夏侯渊被黄中劈了 张霞能顶上来 寻遇跟曹操翻脸 贾许 刘业迅速不畏 可一旦关羽和张飞死了 蜀汉阵营内谁还能补缺 诸葛亮也是这种情况 为何最终会累死在武藏园 就是因为没人能接替他 而诸葛亮一死 蜀汉事实上就等于进入到等死期 存活多久 全赖外部环境 失去了主动权 亏得曹魏那里出了一个司马懿 搞得曹魏一地鸡毛 无暇塌固 让蜀汉能偷鸡 那么为何三国时期的蜀汉 显得那么特殊和尴尬 所有原因 皆由这个人才困局导致 无论曹魏和东吴 关键人才都有可替代品 比如不必关注的东吴 有四大都督 周瑜走了 有鲁肃 鲁肃去世 吕蒙出 吕蒙也死了 却来了个更狠的陆逊 反观蜀汉呢 头号名将关羽 跟曹魏和东吴的名将 几乎都较量过 却是鱼死均衰 蜀汉头号名臣诸葛亮 也是如此啊 他的对手也是换了一茬又一茬 可蜀汉这里 却总是诸葛亮在两军阵前 不停地摇着扇子 这是杯还是喜 所以 关羽一丢荆州 蜀汉立马进入衰退期 诸葛亮一类似在五丈远 蜀汉则开始躺平 其实 身为蜀汉瓢把子的刘备 曾有可能避免这一切的 只可惜 他错过三位牛人 若有一人在 关羽不会丢荆州 诸葛亮不会被累死 那么 刘备错失的是哪三位呢 如今人们都习惯了 刘备一出场 就自带关羽和张飞 但事实上 这哥仨 根本就没有 适同生死的桃源结义 也就是说 没败过靶子 正史中 唯一上升到这高度的是 千招 据晋朝人孙楚 所写的 燕门太守千招碑记载 均与刘备 少长和硕 英雄同气 为文景之交 意思就是说 千招才是跟刘备的 文景之交 即生死之交 刘备为何错失千招 如今没法查证了 如今能确定的是 自黄金起义后 两人就完美错过 刘备带着关羽和张飞 打黄金军升级 当上了平原巷 千招则追随了袁绍 关渡之战 曹操击败袁绍后 千招又成了曹操手下 由于他在河北拥有巨大影响力 曹操便让千招一直待在北方 看管和监视乌环 如曹操讨乌环时 就启用了千招 并立下了大功 后来在曹瑞时期 鲜卑人科比能 统帅三万铁骑包围了马城 千招接到田玉的求救后 玩了一首唯卫旧照 他上书曹瑞 让大造舆论言称 要进攻鲜卑老巢 然后回试马城 把你科比能包了饺子 这一下不但科比能信了 吓得连忙退军 连田玉也信了 来了个反败为胜 由此救了马城之位 只可惜啊 才华横溢的千招 终其一生都效力在曹魏的北疆 由于跟刘备关系太好而位背重用 只做到了燕门太守位置 可讲而知啊 若刘备没错过千招 由他跟关羽一起守荆州 关羽也不会把能得罪的人都得罪光了 当我们纷纷怒斥迷方 富士仁 刘峰 孟达 对关羽背后捅刀时 若反向思维一下 是不是也说明了荆州班子的崩溃 而千招 无论资历 还是跟刘备的交情 都比关羽还牛 能有效整合荆州班子 避免堡垒从内部崩溃 那么荆州还会丢吗 刘备的第一位军师 徐树 倘若说刘备措施千招 是三国这个时代造就 显得很无奈的话 那么他措施徐树 则是最大的遗憾 甚至是决定刘备事业的关键事件 其一呀 对于刘关章来言 徐树远比诸葛亮更亲近 道理很简单 徐树最初堪称是一位江湖大侠 据魏略在 徐树常为人报仇 白恶突面 背发而走 翻译过来便是 徐树未替别人报仇 杀其仇人后 便用白粉扑面 披散起头发逃亡 是不是跟关羽的经历很一致 关羽也是因在家乡杀了人 才逃亡到卓俊的 同时刘备本质上就具有游侠特征 这也是他年轻时 能成为卓俊大哥的资本 反观诸葛亮呢 本质上属于知识分子 因此他跟关羽张飞的磨合比不过徐树 七指就决定了这些 因此若徐树没有丢下刘备 投奔曹操 那么由他跟关羽搭配 荆州还能丢吗 其二 徐树跟荆州名士 比如司马辉等 关系非常亲密 就是徐树推荐的诸葛亮 这其实就证明了 徐树在荆州的根基很深 又由于他跟诸葛亮关系非同一般 那么就算刘备撒手而去 徐树搭配诸葛亮 这个组合还能让诸葛亮那么累吗 因此千万别小看了徐树 他的作用堪称能左右三国格局 只可惜啊 刘备遗憾错失了 若徐树还在 刘备焉能那么抓瞎 如今只能说 就不该蜀汉城市罢了 只是冥冥之中似有天意 刘备最大的痛点 黄泉 刘备夺了西川后啊 对刘章的旧臣中 明显最喜欢其中的三位 第一位是法正 咱不多说了 太有名 连曹操都赞 天下的牛人 几乎都被我抓到手了 独独逃了一个法正 归了刘备 却导致我老曹兵败汉中 第二位比较有名是李延 刘备白帝成托姑 有两位忠臣 第一位是诸葛亮 说出了君可自取 第二位便是李延 让他总督内外军事 刘永安防范东吴 可惜后来呢 李延却开始跟诸葛亮争斗 在北伐期间 诶骗诸葛亮 后方梁尽了 赶紧回兵 可当诸葛亮回兵后 他却又表示 粮草很多啊 你咋私自回来了 亏得诸葛亮 手握他亲笔收信 才让真相大白 否则诸葛亮会被李延给坑了 这是蜀汉最严重的一次内耗 发生在两大脱孤重臣之间 第三位不太出名 便是黄泉 他是刘备最大的痛点 首先呢 若黄泉还在 脱孤重臣是轮不到李延的 因为黄泉的才华 不在法政之下 刘备更信任和重用黄泉 如著名的汉中之战 都说法政是第一功 但实则却是杀下侯渊 聚汉中 皆黄泉本谋也 这是三国志明文记载的 《非小编胡》说 其次呢 一陵之败 留被本可避免 战前 黄泉曾提出了一条谋略 无人汉战 又水军顺流 尽意退南 臣请为先驱已当寇 陛下宜为后阵 意思是说 要水陆并进 让刘备都后总览全局 这是连陆迅都怕的方略 因为当陆迅得知 刘备舍掉水战后 立马给孙权写信表示 老大 等着啊 刘备舍了水军 他必败 结果刘备不听 导致兵败一领 黄泉则被东武水军分割 无法返回蜀汉 便投降了曹丕 凡涉及到蜀汉 和刘备诸葛亮的事 是一句话不说 真正的禁曹营 一言不发 有人曾向刘备表示 黄泉投降 应杀他的家属 刘备却说 你少来 是我对不起黄泉 不是黄泉对不起我 后来 黄泉的儿子黄虫 在蜀汉灭亡之时 随诸葛詹一病 战死在免主 这就是黄泉 假然 若黄泉还在的话 他就会成为脱孤重臣 跟诸葛亮配合着治理属汉 那么 还会有严重内耗吗 许之啊 黄泉跟诸葛亮很亲密 是互相欣赏 故而 黄泉能分担诸葛亮的压力 若真如此了 诸葛武侯 必能多活几年 不至于声声 类似在武藏园 三国枭雄刘备 他纵横一生 转战全国 由一个知习范侣的小儿 最终成长为横跨精益 称霸一方的盖世雄杰 然而我们必须看到 刘备在成功的背后 也充满了无数的失误 而这些失误 也造成了刘备无数的失败 那么刘备 到底犯了哪五个错误 这里是风云争霸 本期视频 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刘备一生中 所犯的五个错误 公元198年 刘备随曹操攻打下批城 并将飞降吕布击败 在白门楼上 吕布向曹操苦苦哀求 希望曹公能饶他一命 同时 吕布还暗中叮嘱刘备 希望他能够在曹操面前 为他美言几句 曹操一向求贤若渴 听闻吕布向自己投降 还真有些动心 然而刘备却在旁边冷冷地说 民工不见丁元 懂卓的下场吗 听了刘备的话 曹操如梦初醒 于是立即将吕布处决 刘备之所以力主除掉吕布 完全是出于对吕布的仇恨 当年刘备好不容易占据徐州 结果被吕布用卑鄙手段夺走了 刘备之所以狼狈地投奔曹操 还不是拜吕布所赐 因此刘备脑子一热 便穿着曹操斩了吕布 要知道如果吕布能够活命 必会反叛曹操 即使不能直接干掉曹操 以吕布的本事 也足以让曹操掉层皮 如果曹操与吕布发生冲突 刘备正好渔翁得利 因此三国研议作者罗冠中也遗憾到 商人恶虎腹体宽 董卓丁远血未干 玄德济之能淡妇 正如留取害曹瞒 刘备所错放的那人 便是曹操 刘备和曹操两人 曾经一同联合起来对抗吕布 在这个过程当中 吕布于公元199年2月7日 被刘备和曹操联合击溃离世 两人虽说有合作的关系 但是曹操是个极有野心的人 虽说表面上 他一心装着汉式的江山 但实际上他却有着自己的报复 曹操是刘备最大的敌人 刘备之所以会遭遇一系列失败 大多都是拜曹操所赐 曹操曾说 刘备这人和我是同类 不干的他必成大患 因此曹操放着强大的袁绍布达 专门来揍刘备 关渡之战后 曹操又攻入荆州 把刘备追得颠沛流离 妻离子散 如果没有曹操这座大山 刘备不知要强到何种地步 因此刘备经常后悔 我为何要阻止关羽除掉曹操啊 根据三国志关羽传记载 刘备在许都市 曾与曹操一同出外涉猎 捕猎中 曹操与周围的护卫走散了 于是关羽暗中对刘备说 我们干掉曹操吧 然而刘备却断然拒绝 放过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以关于万人敌的本事 十个曹操也不够大 曹操只要被灭掉 刘备便可联合许都诸多反曹势力启示 群龙无首的曹军 恐怕会瞬间崩溃 而刘备便可趁机上位了 多年以后 刘备仍对此事非常遗憾 后悔自己过于谨慎 而这一遗憾也在《三国演义》中被演义成许田打围 其实刘备很多次有机会将曹操给处决了 加上他身边还有关羽这等武艺高强之人 想要灭掉曹操可谓是轻而易举 不过也正是因为刘备当时的心软 为自己培养了一个劲敌 为了巩固孙刘联盟 50多岁的刘备娶了孙权20多岁的妹妹孙上香 可谓是一枝梨花压海棠 孙上香全家上下都是武将之才 在军事谋略等方面都有着极为出彩的一面 孙上香虽说是一介女流 但是因为从小受父亲和自己兄长的影响 孙上香从小便对武刀弄枪了些事情感兴趣 别的女孩子家闺房当中 大都是书画等文人色彩的物品 可是孙上香却喜欢在房间当中挂一些刀剑的武器 不得不说实属是别致 在《三国演义》中 刘备与孙夫人抗力情深 相爱无比 刘备去世后 孙夫人甚至为刘备头疆而亡 然而在历史上 孙夫人可不是个好惹的主 史书记载 孙夫人性格刚强 身边上百侍妾人人带刀 刘备每次与她同房都要惊出一身冷汗 谋事法政更是说 要刘备和孙夫人保持距离 其后刘备更是躲在公安线 不肯回家 当时刘备势力北林曹操 东林孙全 家里又有个孙夫人 就仿佛在规中有个敌国 更可气的是 孙夫人带来的蜀官皆不受法度 无所不为 刘备只好派猛将赵云来制约孙夫人一行 更恶心的是 刘备入蜀后 孙夫人竟然抱着刘备的独子刘善 想乘坐哥哥派来的大船回东吴 好在赵云和张飞识破了孙夫人的阴谋 上演了结江夺斗的好戏 实际上 孙夫人就是孙全派来扰乱刘备的间谍 是绝对不应该取的 好在刘备明智地远离了她 赵云紧紧地盯住了她 才没有造成更大的祸患 用错一人 关羽被称为雄虎之将 是刘备的左膀右臂 在曹操眼里 关羽更是刘备阵营中唯一的名将 然而刘备在如何使用关羽方面 却完全失误了 按照诸葛亮的计划 刘备必须要控制益州和荆州 然后从两个方向进攻曹魏 在西面 刘备率军从蜀地从秦川 在东面 由于上将出京乡 直到中原 刘备入蜀后 便将荆州交给了关羽 让他作为荆州方面军的主帅 享有便移形式的权利 然而这样使用关羽 是完全错误的 关羽虽然也读左传 但从本质上来说 仍是一个武夫 荆州处于曹魏 东吴之间 这里的守将 不仅需要有强横的军事手段 同时也要有灵活的外交手腕 作为主将 关羽是合格的 但作为荆州方面的统帅 关羽却完全不及格 一方面 关羽独自组织北伐 把曹魏打得屁滚尿流 不可畏不勇 另一方面 关羽不能和动物搞好关系 常常表现出一个武夫的蛮横 有这种人居于上游 下游的孙权自然寝食难安 而关羽还变本加厉 竟然公然劫掠动物的军粮 丝毫不把江东群鹰放在眼里 最终导致了大义师荆州的结局 因此 刘备实在高估了关羽的能力 他只能为将 不能为帅 守卫荆州 别说诸葛亮了 即使赵云都比他合适 刘备错用关羽 最终造成惨痛的结局 直接导致了 荆州的丢失 和夷林之战的惨败 看错一人 刘备最严重的错误 便是小看了东吴名将陆迅 自周瑜死后 刘备便对东吴阵营 产生了一种迷之优越感 刘备把孙权 看作黄口小儿 把东吴朱英豪看作江东群属 因此关于战亡后 刘备立即御驾清征 决定夺回荆州 扫平东吴 全聚长江 而刘备面对的 不过是初出茅庐的陆迅 刘备认为自己是百战老兵 陆迅不足为惧 而陆迅这个人 最善于装孙子 他利用刘备的娇恨 故意让出蔓延数百里的三峡 诱敌深入 拉长了刘备的阵线 之后 陆迅见时机成熟 立刻趁着东风展开火攻 直接火烧连营七百里 把蜀军打得落花流水 刘备一生积攒的精兵强将 在此战中折损大半 蜀汉的统一事业 也从此不可能成功 伊陵之战的惨败彻底打垮了刘备 然而刘备仍没有看出自己的失败 就是因为小看了陆迅 他还哀叹道 我尽受到陆迅的挫折侮辱 岂非天意啊 刘备竟然将失败归咎于老天 而没有反省自己轻敌的错误 最终刘备在郁闷之中 足于白地成 结束了他传奇的一生 如果没有这些错误的话 可能称霸的人就是刘备了 只不过谁又能不犯错误呢 可能普通人犯错误 没有这么大的影响 而像刘备这样的人 一旦犯一个错误 就会是致命的 不知道大家对刘备 有什么样的评价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